张哲瀚他曾是狼牙榜里鹦鹉逼人的少年将军 却迎出演山河令成了楚楚可怜 嘴硬心软战狼猎女 他逃他追推拉时级 吊克九段 腰细腿长 给我坚强的国民老婆 自山河令热播后 张哲瀚的人气水涨船高 商丹自然络绎不绝 众多大牌峰治塌来 我在各平台翻阅完他出道执行所有的广告物料后 今天为大家带来最值得掰扯的 张哲瀚十家广告不正经评选 大家好,我是鼻章唯一广告Finshub 前4A总监现游戏市场负责人阿光Hero 之前做了龚俊Top10 发现粉丝对自家idol的评判角度非常有趣 一,要拍得好看 视觉创意必须拉满 二,要拍出他在粉丝心目中的样子 也就是要符合人设,突出亮点 三,整活要花小心思 发布时间,搭配赠礼等细节 不要品牌怎么想,要贴粉丝怎么想 整合来看就是11个字 陈毅,陈毅,还是他妈的,陈毅 就拿上期龚俊Top10举例 当揭晓第一名时,很多山人看到不是卧龙坚果 纷纷刷起弹幕,为卧龙爸爸撑腰 这无疑是粉丝运营深入人心的结果 因此我专项调研了一波卧龙 才发现他家的自媒体运营 简直就像被山河令的死忠粉倒了好 磕糖重度成瘾,比很多浪浪丁CP粉还分皮 在卧龙负责自媒体的姊妹,上班只未追星 光在笔站就走遍了山河令的每一个视频 大家可以在相关视频的评论区逛逛 99%都能用大师球捕获卧龙官号 也正因为卧龙满满兄弟情的诚意 适得他们三月销售环比增长 大大领先同是山河令赞助商的另两家 并在坚果赛道上一口气猛增了市场占有率 所以强烈建议,想用明星来拉动增长的品牌 在市场部内部招聘9095后热衷追星的饭圈达人 并让他们主导一切和明星相关的项目 是时候让年轻人们大展拳脚了 希望金主爸爸们不要不识太局 开篇夸一遍卧龙 希望各位山人也能感受到我的诚意 点赞三连走一波 本视频无内幕无商业折入 接下来出现的实则广告案例能上榜 全凭草点和实力 如果你有被其中的某广告种草 可以扣1 能吸引你下单就扣2 觉得一塌糊涂 甚至有反效果 那就用力一点点猛扣3 希望大家能用最真实的不爽 让资本面对疾风吧 OK 让我们一起倒数5个表情包 可爱 一言难尽 I don't care 磕到了 都给我坚强 国民老婆张哲瀚 腰细腿长 战狼猎女 十佳广告 不正经颁奖典礼 现在开始 第十名望插牛奶 老婆的黑历史有很多 让我发出诸教的只有这一波 年轻的哲瀚拎了个油漆桶 在墙上挥洒色彩 亲妈见了都想打 末了对镜头狂拽酷炫地说 我真的很想知道 当年的妈妈宝宝们 看到这条广告会是什么表情 创意的初衷是想表现 喝着奶的孩子长大很有创造力 但没有什么DHA成分之称 也不觉得她画得有多好看 完全没有说服力 然而在满屏幕的三中 我自己会扣一 因为这条片让我改到了另一层意思 和望插牛奶长大的孩子 就是她娘的秘智自信 瞧瞧老婆这小表情 这个哪里是大三 根本就是中二 对品牌上而言 找年轻未成名的明星胚子 做广告主演 是一条投资未来的捷径 如果脚本好 就能像上期Little Touch那样 成为有良心有眼光的爸爸 如果脚本渣 一如这个望插牛奶 被反复吐槽 还有机会成为黑历史 我今年大三 我喝望插牛奶长大的 这句话因为过于中二 只听一遍 就会入侵脑神经 我跟身边几个海者安利了下 全都笑得潜伏喉眼 说明这里头藏了很强的话题潜力 如果官方能利用起来 搞不好就有出圈爆款的可能性 如果大家有什么好创意 欢迎弹幕评论留言 叫望插做事 第九名水插家坊 合作了村上龙的太阳花 还找了张哲涵 这么强的资源 结果广告创意就 我把这一条放在第九 就是想羞辱他们来着 文案挺拉垮的 剧情总结下来就是 前一天诸事不顺 回家躺平 在床上恢复元气 第二天又是美好的一天 画面落板时 一觉醒来 活力归来 普普通通 不过不湿 溜粉 可最后落款的旁白却是 要进步就得自我磨力 受点挫折 也许是件好事 怎么看都是甲方老板 听鸡汤学大师演讲 然后拍脑袋拍出来的 毫无文字的美感 听起来也不顺耳 复风滚粗 村上龙的太阳花 魔性之中带点正能量 作为潮流元素 在疫情后 受到了很多明星的青睐 其实不论是 挖掘太阳花的话题型 还是服务张哲瀚的粉丝群体 都是很不错的宣传方向 可偏偏把重点 落到了产品利益点 说什么不疼不痒的 一觉醒来 活力归来 结果村上龙和张哲瀚的受众 两头不讨好 逐二兔者 一兔不得 我要带头给他们扣一波三 兄弟姊妹们都给我冲 第八名 潘叉拉 手势 就我身边的观察 这套怦然入下 似乎是卖爆了 因为款式选择较多 搭配起来低调好看 很多人都会选择充值一波 看数据 直播当天24小时 总销量超过600万 潘叉拉能达到 这个数字不容易啊 这品牌在前几年还算不错 但和失差落势器一样 材质太廉价 银制的东西不上档次 故事讲了几年 逐渐也没了新意 工艺上 面对中国制造 没有实质性的领先优势 现在只能靠明星 一样点就是开篇的那张机票 带你飞去度假海岛 但在海边的尽头 都是虚焦处理的强制背景 一动不动的水面 配合着后期加入的海浪神 仿佛在诉说着 请张哲瀚就已经花光所有预算了 求求各位金主可怜可怜我们吧 我有个朋友曾经很爱潘叉拉 串了好几串 但后来就换了其他更贵的品牌 问起原因 说是年龄长了 觉得潘叉拉太学生气 但张哲瀚这次还是下了单 因为那段时间 有不少人都带上了老婆同款 女生心系 看到手腕上的变化 就能找到同好打开话题 据说这就是粉丝之间的社交货币 如果这个洞察是真的话 那么只能靠期间限定的明星同款 拉动销量的潘叉拉 有点悬崖边缘的味道 因为粉丝是忠于明星的 如果不能转化成品牌自己的 过于依赖流量 就是饮阵止渴 第七名 伊丽莎白插盾 张哲瀚为伊丽莎白插盾拍的物料并不多 但这场直播可会封神 直长一个半小时的高清完整版 在B站竟然达到了35万的播放 全程高能 有效点也有泪点 与其说是卖货直播 不如说是一场体面的方谈 方方面面的受众 都有被照顾到 有人评论说 这个直播 微粉 剧粉 CP粉 品牌粉 看得都高兴 中间没有太多综艺式的 折腾人的小游戏 全程就是主持人和哲瀚 一来一回的对话 敞开聊了很多粉丝们关心的话题 我挺建议山人和海者们都看一下 老婆吐露了不少关于剧 关于角色 关于老公的真实想法 全程自然不措索 没有刻意的经营感 这也正是山河令两位男主 能受到大家喜爱的原因 于是这直播不光被粉圈奋为经典 也被路人广泛接受 但我个人认为还是有问题 品牌的露出真的太少了 很多海者都知道这场直播 很多二创都剪辑了对谈桥段 甚至很多山人都存了 源自这里的表情包 但关于伊丽莎白插盾 大家记得多少 他们卖的是什么产品 产品的功效 是啥 购买产品的理由又是什么 或许这场直播的目的 就是服务既有用户和相关粉丝 所以并不需要太多 针对品牌产品的宣传 毕竟实打实的销售数据 完全能令商家满意 原本月销2000件 单价760的商品 这一场直播下来 直接卖了1万多 就这转化数据 毋庸置疑 牛逼 但如果好不容易请了一线顶流 却只是清了一波库存 是不是有些短视了 对这个案例 我真的非常好奇 大家扣123的比例 用名义来打我的脸 第六名 插入啤酒 这条广告片制作十分精良 看场景搭建 群演数量 后期效果都达到了 高于平均的水平 只可惜 编剧应该刚从 晚屏南路600号放出来 不是一般的没有逻辑 瞎鸡巴想 简直是神仙放屁 不同凡响 全篇故事线如下 老婆收工 从舞台走向自动收获期 拿了一瓶啤酒后 没有自己喝 而是给旁边 叠杯杯的病友 倒了一杯 病友憨憨傻笑 说傻路 镜头一转 老婆又加入了病友派对 她再次拿起一瓶啤酒 还是没有喝 顺手给了路过的姑娘 再一转眼 她已投出了一个三分 球进了后 打篮球的病友们一起喊 傻路 打完篮球 老婆又打高尔夫 高尔夫打中了多米诺骨牌 骨牌全部倒下后 露出插路啤酒的logo 病友们又大喊 傻路 最后老婆走回台上 说出slogan 插路 为青春傻路 这篇看完 我的精神病为之一振 感觉自己的智商得到了升华 根本就是拳打诺兰 脚踢唏嘘苛刻的烧脑神奏 这里头有多个细思恐急 一 老婆从头到尾都没喝过一口酒 她只是傻路的搬运工 二 所有病友都只会说傻路 三 老婆没有和病友们说过一句话 四 开篇老婆从舞台上下来 结尾她又走回了舞台 发现没有 这剧情就是个梦境闭环 其实创作者就是在告诉你 只要你醉了 梦里就有老婆了 尽管梦里你傻的只会喊傻路 在段子手的世界里 邪音格是要扣钱的 可在广告人的世界里 邪音格就卖货了 另外吐槽一句 学过法语的同学都知道 傻路 Salute Salute源于法语 意思是英语里的hello 使用频率极高 且这词不念傻路 而是傻驴 第五名徐叉记 杀气马 之前有观众说过 明星代言的最大意义 就是让人知道这款产品 到底买不买 更多看的还是自己是否需要 以及是不是买得起 在营销日常工作中 我们会把消费路径分为 Consideration认知 Evaluation评估 Purchase购买 Consideration说的就是 消费者对某一类产品的 考虑清单 比如买手机的时候 你只会选你熟悉的品牌 例如苹果 华为 小米的 但其他你不熟悉的品牌 例如诺基亚 三星的 根本连考虑都不会被考虑到 进入脑内清单后 再是Evaluation评估 各款产品的价格 规格 逼格 等等分别比较 根据自己的偏好与预算 最终选择一款Purchase下单 徐叉记杀起码 属于低单价的快销品 使用明星的收益 几乎是最大的 因为对低单价产品来说 Evaluation评估的影响不大 只要做足Consideration 扩大认知就可以了 这条片只有短短30秒 却让张哲瀚一口气 推了4款单品 且4款产品的定位各有侧重 第一款定位下午茶 丹麦进口芝士作为支撑 咸香酥软 超治愈 打的是经典口味原料升级 第二款蔗糖字样被打碎 非油炸无蔗糖作为支撑 咔嚓的爽脆口感 给老吃货们整点心火 不论受众被哪款种草 很有可能就直接下单 负责这个项目的同学 年终绩效要打S 第四名 浪差手表 浪差创立于1832年 拥有近200岁高龄的手表品牌 曾经也是和百差斐力 和江叉单顿齐名的顶级品牌 现在瞄准的是 晚表人群非常不屑的 万元起步价位 在中国可说是把明星流量 挣给完明白 郭富城 林志玲 彭于晏 赵丽颖 天王就是天王 出入表圈的小白 最容易接受的门槛 就是万元起步 而且他们往往是先有预算 再确定产品 但在万元级别 浪差凭借其历史品牌技术的沉淀 几乎没有对手 定价精准 产品实力又让人信服 浪差在瑞士万表品牌中 常年销量靠前 所以他们的品学目标只有一个 找到年轻人中最受欢迎 且最不掉价的那个人 多年的明星策略实践下来 浪差选择代言人的眼光 可说是毒辣 所以他们挑选明星的标准也更高 张哲瀚这次的title是品牌好友 在粉丝圈内还被嘲讽了一波 但站在了解商家背景的角度 浪差的这个商单 含金量并不低 因为这意味着 你们老婆的商业价值未来可期 第三名 且差卸妆高 从传统商业TVC的角度来看 这脚本打磨得极为流畅顺滑 拆一下他的文案 可分为三段 第一段 生活中最美好的邂逅 往往是遇见更好的自己 专注 执着 开篇藏下伏笔 即邂逅 更好的自己 结合卸妆产品 回归真实的素颜的自己 然后专注 执着 那些都是吹老婆的彩虹屁 这段的目的是让张哲瀚的粉丝们觉得 夸我老婆 夸得真棒 算你有眼光 第二段 就像Kintu一样 以柔和的方式展现强大的力量 温和成分 以卸养肤 这里就开始卖货了 从夸哲瀚 转到夸自家产品 温和成分 以卸养肤 这两句是最核心的产品利益点 尤其是以卸养肤 会让有需求的受众 耳前一响 原来卸妆也能养肤 让人自发产生联想 这家产品的配方 应该很温和吧 第三段 卸后如出光彩 谐音梗 不过不失六分 call back了最初的卸后主题 加一分 分析完文案 再结合画面 贯穿全篇的视觉元素 是飘动的白色丝绸 鼓风机一秒都没停过 时刻强调着丝绸的柔顺感 更进一步放大 以卸养肤的核心理念 从文案到画面 通力传达一个信息 力求在最短时间内 让人记住产品的卖点 这条广告片的内功 配得上扎实儿子 第二名 插帆奢侈品大牌 今天放出的所有案例中 最符合我审美的 就这个 全篇文案就八个字 生命 夏天 花 爱 玫瑰 最朴实的关键词 带你进入想象中的美好意境 再用视觉美感拉高档次 开篇的虚焦镜头 净显功力 海平面上下黄金风格 红白灯塔左右黄金风格 老婆手持蓝色烟筒 落在画面中心 看似凌乱的蓝玫瑰蜡画 串联远中近多个景别 海边实地取景 环境光线调色 有了质的保障 片尾落在映照蓝天的镜面上 实体与平面的蓝玫瑰相得一张 看完你可能只会记得 蓝天 蓝海 蓝玫瑰 还有满意出来的低调底 华丽 顶级的美术团队 就是能抽离出复杂 只在你脑内留下美好的印记 插凡是所谓的八大红雪奢侈品牌之一 这波老婆拿到的title 直接就是品牌大使 按照国际惯例 品牌代言人大于品牌大使 大于品牌之友 顶级的奢侈大牌一上来就给大使 算是非常给面子了 但原因也很简单 就是看中了张哲涵背后的粉丝群体 因为山河令周子舒的人设 复杂而多面 容易吸引有精力有共鸣的粉丝 整体受众群在追星人群中较为年长 这也意味着钱多 课金能力更强 近年来奢侈品牌 签约当红艺人的越来越多 就像2019年时 Prada签蔡徐坤 作为全球首位形象代言人 起初很多友商都没明白 但实际销量 股价蹭蹭蹭涨上去后 所有人才逐渐缓过身来 风风跟进 转而内卷 为什么插凡会如此 迫不及待地签下张哲涵 答案请大家弹幕补充 你一笔 我一笔 爽文高龙 原地起 OK 最后让我们揭晓 第一名 美插莲粉底液 做这期视频之前 我专门发了动态收集名义 接近80%的同学 都提到了美插莲 一套半项 口口嗦嗦剪出三条物料 谁知发布后 竟然还广受好评 被海量二创再剪辑 不禁让我想起 老婆饼的典故 巧妇能为五米之翠 关键还是因为饼里有老婆 你瞧 第一套物料就是饼里放老婆 就录一个饼的窗口 剪切多个又唇又裕的镜头 一滴水划过嘴唇的画面 真是绝了 来人 给摄影师上满汗全席 落款SuperState 锯齿装粉底液 一句话点名产品利益点 就算大量出汗 妆面依然保持不化 第二套是正片 创意主轴落在动静之间 大量使用滑轨拍摄的动态镜头 让安静的摆拍 依然保有运动感 道具只用了玻璃和水 镜 玻璃上挂水 表现闷热出汗 洞 挥拳打碎玻璃 凸显剧烈运动时的爆发力 最后一组画面的处理 完全是大势级别 人物转身拳从后向前 特写侧檐下核线 从右向左 手撩水从下到上 老婆首支产品 从正中心画一圈 回到正中心 就算是安静地坐在沙发上 看这组镜头 也能感受到自己 一如剧烈运动时的心跳 视觉引导的晕眩感 恰到好处 观众看了想打款 夹方看了想加钱 再说第三套 更是神来之地 原本只是非常朴素的故事脚本 但老婆的表演 就一个字 绝 说要跟我讲悄悄话 让我近一点又近一点 就近一点点吧 不行 太近了吧 还不行 时机演绎了 啥叫推拉时机 调科就断 最后怼着镜头 脸贴脸 说悄悄话 说了啥 又没听清 给后续宣传留了悬念 这第三套 虽然没有讲产品 最大的利益点 流汗去持妆 但把近距离遮瑕 明星人设 粉丝服务 后续话题 这四项都给做到位了 再在专业广告人的角度 我最喜欢的是第二套 不论是创意 视觉 还是信息传达的完整度 都是最好的 但在传播领域 专业没有高下 实际传达效果 才是唯一的考量 所以我很想知道 屏幕前的你 更偏爱哪一套呢 欢迎你用弹幕评论告诉我 最近刚开始围绕明星 做十佳广告评选系列 讲真相较于之前的视频 干度强了好几个档次 不论是海量素材的收集 还是输出有价值的专业观点 都需要数倍以上的时间与精力 希望大家能不另点赞 投币 三连 如果喜欢这样的分析 也请点一波关注 下期更新 不迷路 如果你对某位明星的广告感兴趣 也欢迎弹幕评论私信告诉我 必须安排 尽管更新很慢 但保证有干货 保证不会浪费你的时间 我是B站唯一广告分析 阿广Hilo 让我们下期再见